把它合併在一起 其实基本上架构就是这两个合并而已 只是说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用筛选的方式 筛选怎么写 其实更简单在哪里 在下面这边 筛选工作表这边 主要就是这两行 所以外面这个一样是新增工作表 最重要的是这两行 用了哪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用那个什么AutoFilter AutoFilter就是筛选 筛选里面的话 只要告诉它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哪一栏 Field是哪一栏 我要查的是第一栏 就是查这一栏 然后条件在哪里 条件就在这里 所以我要查一般 它就先把一般筛出来了 然后我怎么做复制呢 就直接把 主要是把那个范围 点Copy就可以 你就把那个范围整个call过去 那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隐藏 所以call不到 call过去的就会是 你筛选过的结果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call 而且包含什么 包含栏位名称 所以我做最后的结果 比如删掉 然后筛选 这边有一般 它就等于筛选 那把没有隐藏的部分call过来 所以没有隐藏的部分call过来 那等于就是一般 然后再二般 三般 四般 好吧 如果很多的话 尤其这个方法 我是觉得 你们可以回去用在 你工作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一定有 我相信 有没有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 你希望把 根据哪一个栏位 做资料的分割 太多了 回去用用看 反正呢 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把我 这个